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關於一些英國的事情 首先跟大家講講英國的牛津大學等等 這些受歡迎的大學 他們都是財困的 他們的本地學生加價學費要加到11萬元的學費 很貴很貴很貴 連他們本地人都說頂不住沒有銀用沒有錢讀書 但是那些名校就直接說 你不給錢也不行 因為現在學校就快就倒閉了 沒有錢給你讀了 那些移影的BNOR 我相信他們的餘意算盤打爛了 打算可以給一些便宜的學費 到一些好的學校 但是第一 完全不是 因為那班人其實首先沒有能力 第二就是說現在就算本地生都給到這麼貴的時候 他們的餘意算盤全部錯了 然後他們再盛給一些無糧的業主 瘋狂地加他們租 那怎樣瘋狂地加他們租 我們稍後都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那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好啦 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 那些移英黃絲在這裡祝賭 她移英不是為了她自己 是為了下一代 我看他下面就是有幾大袋 他們下一代小朋友 原來就是想他們受到好的教育等等 但去到之後其實有很多人都是不似預期的 甚麼意思呢 他們的想法跟去到之後是完全不同 因為很多英國有能力的當地人是不會讀公立學校的 如果讀公立學校都要去到一些很漂亮的地區 很貴的富豪區 他們才會申請一些漂亮的校網地區讀公立學校 例如讀香港的那莎莎等等 但這些學校是非常難入的 而BNOR基本上是不需要進入的 最後他們只可以進入類似Band 4、Band 5的學校 裡面基本上都是尊貴的黑人 以及尊貴的印度人 當然很多不同的難民的下一代都會在裡面 包括BNOR 對 跟他們想像的是截然不同 但他們會覺得都蠻好 都叫說英文 哈哈哈哈 除了笑之外都不知道說甚麼就好了 他們都會在想 中學考好一點就升好一點的中學 然後再考好一點就升好一點的大學 反正這樣的話 他們的學費是便宜的 但原來不是 英國的媒體就說 英國打算加大學的學費 五年內加13.5% 即是加到多少呢 即是加到11萬港幣 本地生都收這麼貴 外地生更貴 即是如果他們想BNOR 想用本地生去入學的話 都貴了很多 是 是 還有沒有說為下一代呢 算吧 如果他們為下一代的話 他們就應該在英國那裏 幫他們找一些私立的 超級漂亮的學校 好的學校 讓他們受到一個好的教育 但如果沒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叫做為甚麼下一代好 為自己 不要說到很偉大 英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說 他們英國的工黨計劃在未來五年裏 將大學本地生的學費 由現在的9250鎊 即是九萬五千港幣 加到十萬零五百鎊 即是大約11萬港幣 加幅是13.5% 有些消息 政府消息人士說 現在的制度因為不可自続 所以就要加學費 即是沒有銀用 政府沒有銀用 大學都沒有銀用 英國對大學 就有一個本地生的學費上限 即是本地生 你們不用加那麼多錢 政府補貼 即是香港這樣 政府補貼了不少錢 下一度大學的時間 但就自 他們開始沒甚麼錢使用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在想 究竟怎樣算好呢 怎樣可以開完折留呢 在2017年開始 他們就為每年 學費 設了一個上限 即是學費 就是九萬五千元左右 港幣 但在過去七年裏 其實都沒有調整過 根據太吳士報 他們引述一些消息人士就說 工黨政府計劃令到 學費隨著通脹而增加 想著在五年裏 學費就由九萬五千元 增加到達約十一萬元 你都挺金的 一萬五千元 OK 報道就說 這個計劃還未確定 將會交由他們的財政大臣李韻青 都是那句 鬼婆來的 洋人的女性 不是中國人 就等他們決定是否批 但其實他們工黨 他們做事是不會考慮任何的後果 你看到他們的財政大臣 就知道 基本上都會批的了 基本上都會批的了 反正他們這幾年就會 是 甚麼都做的了 甚麼都做 甚麼不合理的事都做的了 會跌選票的事都會做的了 令到英國分裂 令到英國可能會有暴亂的情況 都會做的 反正暴亂了 他都不斷抓人 那就不管了 震懾了之後就算了 代表當地大學的一些領袖的組織 英國大學 就說了 9月份之前 他較早時候也都說過了 OK 就說了 政府的撥款和收費 是未能夠跟到成本的上漲的步伐 導致有很多預算的赤字 英國傳媒9月初的報導 他都說多間大學 亦都感受到非常之大的財政壓力 他們已經是財困 他們已經是沒有銀用的了 而大部分的英國的大學 就會分造本地生學費和國際生學費 國際生學費 國際生學費大部分都是大幅高於本地生學費 三萬八千英鎊 即是三十九萬五千元港幣不等 他們本地生就是九萬多 一年 和四十幾萬一年 抽完 所以為什麼要收那麼多英國籍以外的學生 因為他們要避免他們的學費 他們的移民費用 他們沒有銀用 政府的消息人士說 現行制度不可持續 他們需要提高一些學費 但同一時間要考慮一下生活的補助金 去幫助那些沒有能力負擔學費的人 根據一些報道節說 工黨政府有意恢復 讓最貧困的學生申請 一年三千五百磅 即是三萬六千元學費的生活補助金 而這個補助金 在過去補修黨的時候 已經是取消了 即是他加完學費 加了一萬五元學費 給少部分人申請三萬六千元的補助金 即是減你一萬多元學費 那對於大部分的人有沒有益處呢 是沒有的 對於小部分的人有沒有益處呢 是有的 但你要窮到洞才行 而窮到洞那班人 是否會選擇讀大學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英國的教育部 沒有證實到這個家學費計劃 只是說 政府致力於審視高等教育資金制度 服務他們經濟大學和學生 將會適時公佈更多的細節 記住 是公佈更多的細節 即是說 已經決定了 到時是差公佈 所以那些現場的OA 他們的如意算盤 就打不響了 打算做一個英國人 交本地學費就好 但問題就來了 在英國受到這麼差勁的教育 他們的子女可不可以上到大學 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你看五日然的女兒 去到英國之後 秒嘴秒蝕 學了她老母的東西 教育 去到英國之後 竟然間 不是去到青春期 都秒嘴秒蝕 你就可以想得到 英國的教育是怎樣放任法 起碼在香港這裡 壓得住她的一些DNA 你知道她老母是什麼事 她媽媽這樣的樣子 這麼不孝 女兒也會跟到 但在我們中國這邊的 中國香港教育裡面 可以壓制得住 你要尊重她媽媽 去到英國之後 你就想想哪裏的教育是有用的 然後有些移鷹的黃絲 除了打爛了他們的魚耳算盤之外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算盤 其實都打爛了 有些移鷹的黃絲 在網上滲 就說遇到一些無糧的業主 每年就給她加租 加幾百磅 那不是無糧 都還有屋給你住 是不是 那你住哪裏 他住萬次斯特的 即是萬成 萬成 在英國說真的 租屋是挺困難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過去了 租屋的時間 可能要給一整年的租金等等 別人才會租給她 所以那些移鷹的黃絲 找落腳的時候 其實都頗難找到一個好的落腳點 因為他們的資金是有限 當他們如果找到落腳點 即是死坑死底死籌 就籌到一些錢去交屋租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唉慘啊慘啊慘啊 為什麼呢 因為遇到無糧的業主 就說 年年加租 就說 死藥滿了 加再一次 生藥滿了 再加租多一次 那你可以不租的 有本事你就買咯 有本事你就不住咯 或者租給別人咯 是不是 在這個英國禁住搶的年代 那你幹嘛要 做一個被人禁住搶的人 而不是禁住別人搶的人呢 是不是 啊 你以為他不想嗎 他沒有銀用也沒有本事 是不是 有個移兄黃絲 在Facebook群組 曼徹斯特香港谷英國曼城 香港人裏面的群組裏面 就是大發一個文章 就生了 唉 沒有L陰功 又被業主加租 他說租約一年生一年死 是不是 香港起碼是先 喂 香港你會不會是死約完了 馬上加租 那我真的沒有什麼預算過 那 好啦 死約完了加租也算了 喂 生約完了他又加租 就是說 你 這樣搞法 現在 只有一年的預算 是預算得到 這樣 那 之後那些 預算不到的 每次都加幾百英鎊 即是加幾千元港幣 很難頂的 然後他就上網問 一些網民 其實他業主這樣加租 是不是有犯法 是不是可以每年這樣加租 其實他真的有權這樣加租 只不過 會不會加利 而問題是 人家喜歡加利租 那 那 那怎麼辦 那你可不可以不去加租 那你不要住 是不是 有網民就留言說 其實在英國那邊 就 九成九加租 是 也都說 如果香港人業主 就致求多福 但是這個是洋人業主 都連連加利租 有些人也說 有比較才知道哪一個 石水深 有人就說 看租約 有些租約會寫明 逐租會加多少 那現在多數加租 不多不少都會加些 因為現在很多BNOR 是要移民過去 又人生路不熟 那 他們又沒有錢買樓 迫著 要捱貴租 都沒有辦法 除非你去到一些質素很差的樓 那你就可能不用加租 那質素那麼差 他們未必住得 對 其實如果你在英國 你簽約是生約的話 他的業主 房東是可以隨時抗它走 如果他簽了的是死約的話 當限期結束之後 房東也可以隨時抗它走 所以他們在那邊租房最終只會成為一個任人如辱的可憐死黃絲 是 是 你以為在英國什麼都這麼好 你就自己試試感受一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Thank you Bye Bye